我自己的 这么巧 刚好碰到你了 再这把钱还给你吧 省得再去找你 我说了 我不着急用钱 拿着吧 张总监有钱了 准备怎么和女朋友庆祝啊 那个 不好意思 我们先走 走吧 想看电影吗 还是先吃饭 都可以啊 听你的 走吧 咯 我说了 你真的要 copyright 生长 你们 你的 没 我 你们 山 你刚刚说看电影 看什么 他现在有什么电影在上映 你喜欢他哪种片子 冷艺片呢 之前那个路边的野餐 他们说很不错 我们要不要去看一下 红兴 怎么了 江老师 不好意思 电影就算了吧 你累了 没关系 那不去看电影好了 我查过了 你公司附近有个牛排馆 特别好吃 我们去那儿吧 真是不好意思 改天吧 我先走了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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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刚早之前就上跟你说了 其实之前有个机会 但是那个时候 你的状况不好 其实在微信上跟你聊天的 一直都不是我 不是你 那是谁 是童童 我应该想到的 对不起 我也要代替童童跟你说很对不起 我知道我们妇女 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你的生活 我 你真的是一个很好的女孩子 你真的是一个很好的女孩子 如果不是因为我心里没有另外一个人 我们绝对我们 我们绝对有可能是另外一种交往的方式 只是 我了解 我知道 你很喜欢她 通通通真的很喜欢你 通通真的很喜欢你 我对于我们两个 对你造成的伤害 没关系 真的 没事 是我自己误会了 张欧姓 谢谢你告诉我这些 老 Mohammed 谢谢你 郑老师 开门 你找谁啊 我找 找江蕙 在呢 搬走了 搬走了 他不是刚搬进来吗 我这还纳闷呢 这才住了几天 就给我打电话说不住了 押金 新买的家具 都不要了 那 那您知道 他搬哪儿去了吗 这我可真不知道 他只说钥匙在屋里 让我来拿 我这还没看见人呢 喂 张老师啊 每头有人找你呀 谁找我 一个叫张童的女同学 说是你搬的 那个 麻烦你告诉她 我不在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